主料,牛腩400克,番茄3个,面条500克,主料,冠状番茄酱1大勺,洋葱小半个,豆瓣酱1大勺,酱5片,大蒜4吧,料酒2大勺,酱油2大勺,糖1大勺,盐,香葱少量,香菜,白胡椒粉,花椒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用餐人数,1-2人, 牛腩洗净,切成大块,散烫去写水备用,取来汤锅,注入适量清水煮开,在汤锅里的水快要煮开时,我们炒一下牛肉,在炒锅里倒入少许的油,烧烟后爆香姜片,大蒜和豆瓣酱,再加入汤锅的牛肉,炒香后倒入料酒,酱油,白糖半炒,看看旁边汤锅里的水是不是煮开了,一个半小时后,将番茄去皮切块, 洋葱切串,放到汤锅里,再加一大区番茄酱,继续煮一个小时左右,快好的时候,别忘了加些盐条一下位,牛肉做好后,把面条煮至自己喜欢的程度,取来一个大餐碗,加入香葱末,香菜段,白胡椒,花椒油,倒入牛肉汤,加入煮好的面条,放上牛肉块就好了,烹饪技巧, 把炒过的牛肉在里面的腊油一起倒入汤锅里,用小火烂煮一个半小时左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